熱呼呼的豆漿冒著白煙 民眾穿著後外套跟圍巾 享受熱騰騰的早餐 入東第一波寒流報導 排北市這間知名豆漿店 一早就出現排隊人潮 排再長都要排啊 對啊 想說這麼好吃的東西 不排一排的話 很遺憾耶 預算好要來吃的 昨天就預算好要來吃 氣象局強調 週六這波強冷空氣 南下北台灣14到15度 台南以北16到18度 高頻及花東19到21度 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 週六到下週一清晨 是這波冷空氣 影響最明顯的時刻 台南以北宜蘭6到8度 北高雄和花蓮8到10度 台東屏東跟南高雄10到14度 19號的清晨這一段 竹苗這一帶 還有台中到嘉義的這種 就是大範圍的平原區 可能在5度上下左右的氣溫 另外在降雨方面 週六上半天 陰封面北部東半部 是短暫雨的天氣 下半天開始水氣逐漸減少 降雨趨緩 水氣多寡跟降雪息息相關 想追雪的民眾 氣象局也給出了建議 今天晚見到明天清晨這段期間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一些降雪的機率 那甚至北台灣呢 這種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也不排除 氣象局提醒 北部最冷的時候 體感溫度可能只剩下3度 一直要到下週一白天 寒流才會逐漸減弱 不過清晨輻射冷卻效應 各地仍然非常寒冷 新竹以南的低溫 有機會比週日清晨更低 民眾要注意保暖 記者李清王一仲 台北報導 請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康安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